娘家人谋足禁刷存在感 举办盛大的宴会 庆祝凯特结婚13周年 维尔氏亲王夫妇结婚已经整整13年 但是现在情况特殊 王室却取消了一切官方庆典 只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黑白结婚照 在民间引发了巨大的争论 根据外媒爆料 凯特的妹妹皮帕米德尔顿提供场地 在巴克尔伯里的家中举办派对 一方面是为凯特加油打气 另一方面也庆祝她嫁入王室13年 母亲卡罗尔简直就是天才母亲 两个女儿都嫁入了豪门 女婿更是非富其贵 妹妹皮帕嫁给了对冲基金亿万富翁丈夫 詹姆斯·马修斯 也就是说即使凯特倒下 娘家人依旧能够寄身上留社会 2017年皮帕沾了姐姐的光 嫁给了青年才俊詹姆斯·马修斯 婚后两人以150万英镑的价格 在伯克希尔购买了72英亩的土地 之后建立了农场别墅 工具会 杨生和普拉提之友 王室评论员李查德伊登爆料 王室对结婚纪念日没有大操大办 但是娘家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坦来对于凯特来讲 关键时刻能依靠的只有父母和兄弟姐妹 反而夫家在拼命降低热度 凯特的娘家圣计而衰 的确有种红楼梦的感觉 让人无限的唏嘘和感慨 去年5月份查尔斯举行加冕礼 凯特的娘家人盛装出席 简直赚足了大众的眼球 这个段时间卡罗尔夫妇内心煎熬 家族企业Party Pisas已经破产 并且还欠下230万英镑的债务 再加上凯特先是做了腹部手术 之后又患癌 让卡罗尔夫妇心如刀脚 维尔氏王妃宣布患癌后 彻底淡出大众视野 再加上威廉被曝爱上了贵族罗斯 给凯特带来了很多负面情绪 甚至被曝患患上抑郁症 尽是困难情绪低落 王室方面尽力降低影响 并没有举行任何庆祝活动 那张黑白结婚照也是没头没脑 也许真的是文化差异 英国王室认为黑白照并没有特殊含义 更没有不吉利的感觉 事实证明 杨家人永远都是凯特的依靠 在妹妹琵琶的庄园里 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凯特即使身体抱养不能参加 也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爱意 反倒是英国王室态度敷衍 琵琶目前生育了三个孩子 推出了巴克勒伯里礼品和农场商店 将父母的生意延续了下去 姐姐生病住院期间 琵琶也多次到医院探病 抽出时间照顾凯特和威尔士三宝 被称之为亲戚的小姨 无论如何大家都心存善意 希望凯特可以早点复工 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中 但是英国王室却拼命压热度 不希望大家关注威尔士王妃 甚至连三个萌娃也一并禁足 根据外媒爆料 凯特目前还住在桑德林厄姆的皇家别墅 这里配备了专业的医疗团队 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 可是凯特一天不出镜 大家悬着的心就不会放下来 对王室的怀疑也在不断增加 娘家人举行庆祝活动 媒体却鲜有报道 可见王室不希望凯特的热度增加 而是想悄无声息处理掉的